各位切一下畫面 好 剛剛做final這個PDF檔做出來 你可以看到 結果是這樣 你看一段時間嘛 我剛剛沒有把它刪,剛剛螢幕比較小 我現在把它拉大 模型空間也出圖 配置一也出圖 這個也出圖 所以你會發現它整個都給我出圖 那這個模型也出圖 那這幾個是我不要的 當然你可以用PDF把它刪掉 但是這個你看 基礎結構,這就是我要的 有沒有看到 有 好 那你看我剛剛講的,你看 這個是S201 S202 你看一個檔案裡面,它就放在一起了 它是不是就可以真的一次出圖 那因為2017版的 文字會疊在一起 這是2017蠻怪的地方 2020不會 好 那 這個沒有關係,這就這樣處理 要不然字型就要做變換 好 那這邊結構圖 你看等限制就不會 有沒有看到 等限制就不會 好 那清楚之後OK 這邊 你看到最後 還有一個 標準能詳細圖 所以你就看到 原來 這我們剛剛的 有沒有看到 有 好 然後這個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剛剛沒有做好選 選擇的方式 好 我再做一次簡單 讓各位看 這個圖形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配置出圖的時候 在這裡 一樣按下Pumblish 這個時候 選擇發佈至PDF 然後 它自動載完之後把它主選 你把這個 模型控制出圖不要 Delete 把不要的Delete掉 有沒有看到 配置以為Delete 好 我只做幾個 我做幾個簡單的 這假如我不要 不要 你要教作業越多是越好 但是你要教對 假如這個 我就選三張 好不好 四張 假如 好 完了之後 我就發佈了 好 那這個叫做final one 這個時候再發佈 就ok了 所以要做這些動作 如果剛剛你沒有做的話 那他會一段時間 再會出現剛剛的圖面 那 他就會以我選擇幾張圖做出圖 了解意思嗎 我這邊有這麼多張圖 有看到嗎 有看到 那 我建議你是這樣做啦 這樣做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圖面 然後在模型裡面也有很多你會的區域 你可以選擇你要套圖框套比例詞 了解嗎 這跟各位大概講一下 好吧 那 這部分就 等著最後 他會出現一個final one的時候 來檢查就好 好吧 那就這樣 好 好 可以 Judas 谢谢观看